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二四推出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別忘了我們任何節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天我們先拍一條簡單的影片 因為都很久沒做過電腦硬件的市場分析 但這個分析可能集中在今個月或二月左右的事 免得說太遠 因為太遠的話 說不中就會被人說燈神 我們先由CPU開始說 Intel的CPU就不用說了 因為可以放在頁面 因為沒什麼意義 AMD的CPU基本上由Zen 3開始 到現在都賣不到 那種賣不到的情況 你不訂或是不預留 基本上都很難無緣無故走進一間電腦店 說我想二顆5900X 然後就想買一顆CPU 基本上都沒什麼可能 當然我聽到個人用一個很高的價錢去買CPU 例如5900X用一個炒價過萬元的價錢去買 當然5900X的炒價都不弱的 個別老店剛剛升穿了5000 甚至有一些是逼近6000 所以我都騷擾頭 究竟如果5900X到這個價位的時間 是不是應該轉頭上一代的王者3950X 這個是令到我也有點疑惑 只不過如果我買3950X的時間 又會不會想想二手呢 5600X和5800X都不見得太多了 分別都要去到差不多3000元和差不多4000元才有交易 這個部分呢 不要想看見你炒價 照樣眼吃等等 我想說就算你看到價炒了 都不代表你有得馬上賣到 都可能要排隊 要等 要訂 所以我想未來去到不是新年後 都很難有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在AMD CPU方面 即是掌握貨量和價格落價 這次升價的最主要丸有兩個 本身香港的刊貨代理都兩間一起喊了加價 加價的同時 店舖去拿刊貨的CPU 是要吃很多豬頭骨的 例如是一顆的5000系CPU 可能要吃兩顆的3000系CPU 這個都令很多店舖吃到飽了 所以他們迫著要加價 我都沒得厚非 另外水貨的CPU部分 千萬不要想水貨的CPU會便宜 水貨的CPU比刊貨的來貨價 只不過有一個好處 就是店舖不用吃貨 所以他們去拿水貨貴又貴 所以有些店舖都開始購買 一些水貨AMD CPU來購買 所以就看你本身是不是很等著 或者很急著要這些新的AMD CPU來組裝 要不然買水貨也不是壞事 當然你可以像Calvin叔 長期看著亞馬遜 看看哪個網站哪個區 有新的CPU的價錢 丟出來就自己去買購買 主機版的方面 不要以為主機版的部分沒有特別 這個我想說 各位AMD的朋友 你們可以先吃一吃化身 因為你們真的沒有特別的生存 但是Intel的主機版 今個月應該會發佈Z590 其實大家都應該在forlum 或者groups裡面 看到其他網站 都開始有說 Z590的晶片組的消息 當然有很多消息 其實你聽完之後內心都不舒服 包括PCIe GM4 未必是所有整個11代的Intel CPU都會支持 或者是說 舊有的主機版吃不到新的Intel第11代CPU 中間太多奇怪 但因為很多未確認 雖然都八九成 只不過我免得在現在這一刻說 好像誤導了大家 只不過 這個說出來給大家聽是做什麼 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興趣買Z490的高階主機版 我勸你們收一收手 可能等一等 過多幾個星期 到時Z590發佈 會不會Z490會下價呢 或者是說新的Z590是真的好看一點 再決定怎樣買 因為這一刻去買Intel CPU 都沒有說不不自 因為旁邊AMD沒有火 如果你急著要砌機 就可能現在先充了 只不過就算我現在充了 是不是應該要選一塊很高階的Z490主機版 我給我建議盡量不用選太貴 因為都有新版出來 意義不太大 RAM的部分 有消息就說 因為RAM開始加價 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聽到RAM會加價 通常RAM一加價 SSD都會加價 有興趣砌機的朋友 可以先買這兩樣東西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新年後突然缺得很厲害 除了HUDDIS沒事之外 其他儲存的東西都應該有很嚴重 放心 這條影片說的不止是剛才那些 因為很多你沒想過會有機會缺貨的東西 都開始會有缺貨 例如是什麼 因為BTC突然突然升到阿媽都不認得 所以你見到這陣子就輕挖礦這件事 當然輕挖礦這件事 BTC帶動有一個很直接的原因 背後又有什麼原因去帶動BTC 只不過你見到那些礦佬開始動手 都動到有點害怕 那些礦佬不只是搶顯示卡 那些礦佬還會搶火牛 首先我們說到顯示卡部分 有什麼大件事 基本上現在下場 你見到顯示卡的價錢都升了 也沒有因為什麼模特兒 而是特別被人搶什麼 基本上你見到有卡就買卡 所以上個月已經開始有人說 有些不知道什麼人 走到老店那裡 就掃了1660Super 16602060等 那些全部都掃了 新的30系都開始掃了 3060TI 3070那些都被人搶得很厲害 基本上現在店舖上賭的量 可能都是幾張幾張砌到機 但是難保會不會突然間還有一陣缺貨潮 這個很難回答你 接著連帶動的就是高階的火牛 即是1000火打上的火牛 又來到缺貨潮 又聽到一些故事 有些廠說 那些狂佬直接跟廠下單 可能是說要下500隻千二火的火牛 但是你可以再加價賣給我 你跟我做 總之它是用價錢來搶單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本身有興趣買 1000至1200火的火牛 這一刻沒有貨 你不要想著新年前你會買得到 例如市面上看到有什麼款 你就買了什麼 當然不要買得太便宜 你轉回差不多價位 或者看到有什麼高階 其他牌子的高階牛 你掃了才會穩陣 免得到時礦佬一掃 都掃剩下 可能只剩下150火 你又想用3090 不知道你用不用 其實我覺得OK的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買到1000火 雖然我覺得單卡真的買150火夠玩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件事 就是機箱 機箱 機箱都會缺貨嗎 是會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廠跟這代理說 喂 我這款機箱開始缺了 你訂不訂 你訂不訂就訂不訂 就拆了 即是很大機會 新年後會有一段時間 沒有機箱組 至於什麼牌子 我不說 可能是整間廠會模 所以會連帶拖了好幾個牌子一起模 就不會只有一間模 看看會不會 你真的想砌機 或者沒有什麼要求 可以先想砌了Intel的CPU 或者砌了AMD的舊一代 這個是令到自己最快砌得到有機用的方法 但你去到我又不想吃炒價 又不想就著貨模 而買其他牌子的話 可能你真的要做等等等等等到什麼時候 因為現在這樣看 農曆新年前後都不見得是一個好事 因為農曆新年後都要等強國開工 然後生產開始恢復 你才有貨賣 這個問題呢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 總之呢 價又會加 貨又會沒有 所以可能你迫著要買少少的水貨 或者可能要自己上網訂 甚至Amazon有什麼都好 這個就看你自己成不承受到的風險 我要說到給你們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希望你們消化得到 這兩個月想砌機的朋友有什麼想法 自己想包他 只不過是否買到你心目中想要的東西呢 我也不敢包你會買到 就是這樣 這條影片就這麼多 祝大家新年快樂 記得多多支持我 可以繼續訂閱 讚好這條影片 分享給朋友看 告訴他們有林仔這條肥仔 還有今個月也有預告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有活動 大件事 厲害 不說那麼多 因為下星期也有預告片 會推出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因為不止我一個 先說明吧 這條影片就這麼多了 下次見 拜拜